狗 等一下 爸爸是大玩伴 讓孩子笑聲不斷 但陪兒子長大 對樊根層來說 曾是陰陰期盼 二月底發完了明月蛋糕 然後三月初 三月十一就住院了 打電話跟家人講 我都不敢講 家裡都是滿開心的 有一個新生命 來到這個家裡 發病前他剛跑完馬拉松 但久可不遇 擔心疾病傳染給剛滿月的兒子 一檢查 竟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我現在想說 他明明就是一個很健康 軍人都是要跑三千福利 體力要很好才行 我就想說怎麼可能 雙胞胎哥哥也接受配對評估 但同卵雙生 基因相同不合適 所幸有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大概有三四個人跟我是 滿滿那個百分之百五 我覺得我還滿幸運的 白血球全部變零的那時候 那個要移植的前一天 他跟我講一句話 就還滿印象滿深刻 他跟我說 我都還沒看到那個鞋帶 我不知道能不能撐過這一關 對啊 然後我剛說要加油 從申請到移植 僅僅兩個多月 但移植後歷經感染 擔心復發 始終忐忑 看小朋友慢慢長大 你會怕說 沒辦法參與到他的成長 或者說他根本就不記得你 爸爸 對 撐過種種病痛磨難 堅強只為呵護智子 為父的心也在捐贈著 游俊宇的身上 去建黨的那天是 10月31日 然後我的小朋友出生的那天 剛好是10月31日 就很巧合 因善念建黨 五年後終能救人一命 配對的希望應該是很渺茫吧 竟然可以就是配對到我 就是覺得 怎麼這麼幸運就是 毫無猶豫捐出周邊血幹細胞 他的滿心祝福有了回應 你給我的謝卡 從那個文字裡 我發現你有小孩跟我一樣 我是希望你 讓自己健健康康的 然後好好的陪伴自己的小孩 造血幹細胞移植 串起兩位父親的緣 也讓因疾病威脅的家庭 有機會如此幸福圓滿 大愛新聞 陳怡珍 王昭中 林文森 高雄桃園報導 今天是九九重陽節